我决定卖掉我的年度奖杯 这是Jason Wilson 11月22日打在推特上的一句话 他要卖的是Bephtar的年度游戏奖 这是英国最高规格的游戏奖项 1947年首次颁发的他 曾给《半条命2》 《升华骑兵》 《星际拓荒》 《哈迪斯》这些堪称传奇的作品 颁发过最佳游戏奖项 对于游戏开发者来说 拿到这项殊荣 无亚于运动员夺得奥运金牌 而Jason的这一块 是2000年他在担任索尼首席艺术家时 用《骷髅战士2》引来的 《骷髅战士2》是一款 PSE上充满黑色幽默与怪诞风格的游戏 传说拯救了世界的大英雄 在战斗开始的第一秒就被击杀 100年后 邪恶巫师卷土重来 用巫术复活了自己的亡灵大军 其中就包括这位意外死亡的英雄 玩家需要扮演这名 已经化作骷髅的骑士 重新拯救世界 作为一款动作游戏 他战斗流畅 关卡有趣 再加上从圣诞夜惊魂那里继承的 哥特气质 游戏一经发售 就收获了大批粉丝 他在20年前成为系列IP后 最新作甚至延续到了2019年 对于Jason来说 这个系列也贯穿了他大半个开发者生涯 1996年到2012年 他在索尼任职期间 一直都是以艺术导演和首席设计师的身份 参与系列的开发工作 也将其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 最重要的作品 但如今 他要把自己倾尽半生的成就卖出去 他将《骷髅战事》年度奖杯标价6000英镑 并特别标注 不包油 因为他现在需要活下去 2012年 Jason离开了索尼 也离开了游戏行业 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后 他以J-Gun的笔名重生 在电视插画漫画剧本领域接手外包创作 在这段时间里 他最知名的创作是两本漫画 表面张力和眉脸 前者是一部带有恐怖元素的海洋生态主题科幻漫画 而后者是关于煤矿产地社区 与恶魔的恐怖故事 然而2022年 眉脸的销量惨淡 而在此前的两年里 Jason的其他收入也受到疫情影响 逐渐减少 迫于生活成本的压力 Jason决定重回游戏业 然而在大厂普遍裁员的行业现状下 拥有十年非游戏领域履历的Jason 从HR那里得到最多的消息 就是各种质疑 是否难以胜任游戏的相关工作 在今年这一整年的时间里 Jason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 为了准备面试 他基本脱产 经济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由于心理压力过大 他还住进了医院 平添一笔看病的开销 这些经历汇总下来 就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尽管十分不舍 但是在现实的压力下 还是艰难的做出了决定 如果能让自己晚一点流落街头 那么这笔交易就很值得 实际上早在今年的5月12日 他在X上就怀着沉重的心情 决定出售自己保留的 骷髅骑士全部艺术和游戏设计档案 这些档案包含了他负责过的所有工作 像原画、艺术设定、关卡设计、剧本和配音等 总共有上百张手稿 还有笔记和音频 这类珍贵的开发资料 他很明白这些资料的重要性和意义 它们都极具收藏价值 每一份资料可能都是一款游戏 从开发到宣传期间 最全面最完整的开发档案 对于曾制作过 骷髅骑士的 SCE剑桥工作室来说 这是工作室介绍的形象名片 对于他个人来说 更是累起职业生涯高峰的每一块石头 但是在生存面前 一切的荣誉和记忆都变得不那么重要 帮他度过眼下的难关才是这些资料目前最大的价值 尽管Jason没有明确说明这些资料具体卖了多少钱 但也确实帮他缓了一口气 至少他还坚持了6个月 然后再次出售自己的年度奖杯 从Jason发在领英的一封求职信上就可以看出 今年10月 他的房贷似乎已经捉襟见肘 即将被扫地出门 不过和之前不同的是 在发出卖奖杯的推文没几天后 Jason又删掉了这条推文 理由也很简单 恶评实在是太多了 在他决定出售奖杯后 推文下面的大部分评论都很友好 但仍然有个别评论 对于他出售奖杯的行为进行各种议测 质疑他的工作能力 觉得他是在博关注赚流量 并不会真的卖掉奖杯 而随着这样的无端揣测越来越多 让本来就处于重压之下的Jason难以承受 于是删掉了推文 但是如果这些恶评者能翻看一下Jason的过往言行 或许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就拿他5月份卖开发者档案的经历来说 那条推文的下面就有很多网友提出 如果真的困难 他只需要卖复印件 或者直接接受粉丝的捐款就行 这样他可以在保留珍贵资料的同时度过难关 但Jason却无一例外地拒绝了 他很感谢这些网友的支持 但仍然想依靠自己听过去 如果实在想支持他 可以去买一本他的漫画 尽管对于他来说 分道的搞仇也只是杯水车薪 至于他的工作能力 从过往的经历来看 1987年入行的Jason绝对称得上行业老兵 在远古时期的家用机C64上 他曾参与开发过 彼得·比尔兹利的国际足球 此后又一路在Amiga 亚达利ST SNES等古董级的机器上 留下了像吃斗人狂热 太空哈利2和超级巨魔岛等游戏 先后服务过世家 南梦宫等大厂 身份也从艺术家 首席艺术家 艺术设定等慢慢提升到艺术导演 这样的领导岗位 他的艺术功底 可以从他参与的任何一款作品中 直观的体现出来 1995年 Jason以首席游戏设计师的身份 加入了索尼SEE的欧洲分部 开始了自己为期16年的索尼生涯 这也是他游戏制作生涯的巅峰 但很显然 无论是30年前 还是如今的2023年 个人的巅峰在整个行业的变化中 始终显得微不足道 今年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各类名作品初 称得上游戏大年 但是在游戏行业 大厂的裁员 却没有因为这番盛况有所缓和 最近 国内的字节跳动 直接裁撤了朝夕光年的全部游戏业务 海外也有顽皮狗 暴雪 水晶动力 等众多大厂裁员的消息 动静最大的Epic 更是一口气裁掉了超过800名员工 而在整个游戏业的历史上 裁员轮替早就成了行业规律 由于游戏开发走的是重资产 重回报的项目制 任何一个长期在游戏领域工作的业内人士 几乎都有失业的故事可以讲 他们或许是开发的某款游戏 销量不佳 或许是某个无能的主管 导致项目陷入困境 又或许是出品方 需要在下一季度的财报中 夸大收益 哪怕是一帆风顺 在一个项目结束后 也会有不少人 因为下一个项目 不需要他们 而被迫离开公司 游戏和艺术本来是带给人快乐的 但是在国际游戏开发者协会的统计中 与游戏相关的工作 却呈现出悲观的一面 在总计一千人的失业统计中 平均每一位开发者五年内 都换过三至四份工作 而这个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想要进入游戏行业 你就必须得接受工作不稳定的现实 在《骷髅骑士》的故事中 主角福斯科骑士 享有英雄之名 却曝尸荒野 但是正因为这样 他才得以混入邪恶巫师的王者大军 成功复活 获得了再次成为英雄的机会 他把自己的手骨拽下来 当开门的道具 用自己的头骨当作机关配重 才最终来到BOSS面前 而现实里的Jason 也和《骷髅骑士》一样 把代表着职业生涯 最重要的原稿和奖杯 都拿来换成口粮 便卖成重新出发的本钱 但是 他还有机会成为曾经那个 万人敬仰的英雄吗 他自己肯定想 但是英雄有没有用武之地 还得问问 邪恶无师界的行情如何 毕竟 就算混成了骑士 世界的一切 也并不是一个小小的骷髅 就能决定的